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27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Terry 美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引发的效应持续发酵 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恫吓使美国国会两党对抗中共支持台湾的立场更加一致 目前在美国国会涉台法案中 参议院外委会预定9月审理的 《2022年台湾政策法》最引人注目 这个意在重构美国对台政策的立法被一些中共学者认为 直接挑战美中建交的基础 北京恐怕会做出比佩洛西访台更加强烈的反应 美国之音报道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中共当局在佩洛西访台后 以大规模实弹军式演习做出回应 目的是要以此来阻止美国以切香肠方式改变其一中政策 并强化与台湾的实质关系 但北京的做法却反而强化了美国国会不分党派抗衡中共的立场 在美国国会中一些支持台湾的立法也在往前推进 其中参议院外委会即将审理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最引人注意 《2022年台湾政策法》包含具有象征意义的条文 例如 将台湾指定为主要非北约盟友 以及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 要求美国政府以台湾人民的合法代表来对待台湾政府 法案内容也包括在不被解释未将导致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 或改变美国对台湾国际地位立场的情形下 指示美国国务卿撤除限制台湾官员 展示台湾主权象征事务 包括中华民国国旗的行政指引 法案中还含有具实质意义的条文 例如 对台湾提供4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加强美台军事训练合作 及建立美台高级别军事规划机制等 美国会中院外委会主席梅纳德斯 及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 在共同提出法案的声明中说 2022年台湾政策法是自1979年台湾关系法之后 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重构 报道指出 中共正在密切注意这个立法行动的发展 有中方学者认为 这个法案若得到国会通过 并由拜登总统签署生效 它的影响将比佩洛西访台的影响还大 香港《南华早报》援引专家分析 这个旨在升级美台关系的法案将会颠覆中美关系 导向某种美台军事同盟的恢复 中共几乎一定会做出比佩洛西访台更强烈的反应 前美国国会研究处亚太安全事务研究员简书贤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尽管中共以各种都多逼人的方式试图改变现状 拜登政府却维持现行政策不变 美国国会正在以主动和创造性的方式采取行动 这是因为行政当局没有这么做 美国不能一直处于被动和反应的模式中 2022年台湾政策法涉及一个非常根本的议题 那就是当中共违背其追求和平政策的双边理解时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否依然可持续 并符合美国的利益 如果中共停止尝试追求和平政策 那么美国在台湾议题上与中共打交道的基础是什么 简书贤指出 有许多包括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的做法 可以加强台湾的威慑能力及合法性 但美国政府一直都未能充分运用这些选项 因此他认为台湾政策法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要求美国采取全政府方式来遏制中共对台动物 简书贤最后提醒 关于台湾政策法 人们只需要关注一个单一焦点 那就是这个法案 对中共挑起冲突攻打 并吞台湾是否能做出更强力的威慑 因为那可能让美国军事人员冒着牺牲性命的风险 没有什么比这更为重要 中国官方喉舌央视的记者采访位于四川的考古地三星堆 不慎失足跌落遗址坑中 消息灵通的中国网友随机上传了国宝疑似毁损的图片和讯息 对于相关传闻央视并被澄清说明 据中央社27日援引港媒报道 央视记者采访考古地失足疑似损毁三星堆国宝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日前出土一件尺寸约一公尺的青铜器神兽 央视记者赴现场采访并与北京总台连线直播 上传至微博的影音画面显示 事发时间是23日下午5点36分 负责访问手持麦克风的女记者与受访者向前缓步移动 掌镜的摄影记者往后退没留神 瞬间跌入了遗址坑中 当时女记者说我们看到目前其实8号坑还有大量的青铜器 那我们关注到在 最后画面指与女记者与受访者脚踩的鞋套 停格约4秒才切换至北京摄影棚三星堆新发现现场 主播力图镇定地说讯号中断稍后再尝试连线 上述报道称 微信26日流传多张网友的对话截图说 记者失足 摄像机摔了 国宝贬了 并付照片指出 古文物出土现场若干瓷器碎片旁 有小滩血迹 微博博主刘春山发文说 央视采访三星堆直播突然中断 摄影记者不慎坠入遗址 文物破碎 记者流血 虽然中国网友的热议如炸锅 但央视至今未澄清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三星堆文物最早发现于1929年 上世纪80年代被列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在四川省广汉市城西三星堆镇的鸭子河畔 属青铜时代文化一致 年代为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100年 近期官媒央视做了大量系列节目宣传三星堆文化 并把它归为中华文明的范畴 然而有分析指出 普遍认为中华文化是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 中原汉文化 但对地处长江流域的四川三星堆文化 似乎没有真正的记载 也找不到直接的联系 8月26日 中共引爆监会网站披露的两则信息显示 辽阳农村商业银行和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 进入了破产程序 有分析指出 一方面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外溢 已经蔓延到了金融系统 另一方面 中国经济下滑所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山雨欲来 综合报道 中共银行业监管机构26日宣布 东北辽宁省的两家地方银行已进入破产程序 这些案件看似相对温和 但当局的谨慎处理 凸显中国较小的 待方所承担的潜在风险 今年4月中旬 河南多家村镇银行爆发弊案 40万名存户无法提领存款 涉及金额达400亿元人民币 导致数千民众聚集在人民银行郑州支行大楼外抗议 要求银行归还合法存款 此次最新两家地方银行的破产申请 是否可能引起类似河南银行挤兑的流血冲突暴动 令人担忧 中共银保监会表示 以原则同意辽宁农村商业银行 辽宁泰泽河村镇银行的破产申请 监管机构在官方网页上发布公告 要求两家银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开展后续工作 证监会还表示 如果发生任何严重情况 银行必须及时报告 根据当天发布的声明 这些银行从事违法违规经营 严重破坏了当地金融秩序 带来了严重风险 但声明既没有详细说明 发生了什么样的非法活动 也没有详细说明 当地正在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慧玉分析师在一份最新的报告中分析指出 小型区域性银行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30% 由于这些小银行特许经营权较小 资金状况较弱 以及缺乏强有力的股东支持 他们通常比大型同行 具有较弱的盈利能力和较薄的资本缓冲 一旦出示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不容忽视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26日 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鹰派言论 暗示美联储会将继续激进生息的路线 以对抗通膨 这短短8分钟的发言却引发了美股崩跌 这也让美国最富有的人们身家 直接缩水了780亿美元 彭博社报道 当天全球首富马斯克的净资产 蒸发了55亿美元 亚马逊创办人贝尔佐斯减少了68亿元 他也是彭博亿万富翁指数内 身家缩水最多的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 分别减少22亿美元和27亿美元 谷歌共同创办人布林则是减少47亿美元 也让他的身家跌破千亿美元 鲍威尔当天在全球央行年会上指出 美联储将继续升息 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利率 以降低通膨 市场认为鲍威尔打消了 美联储将很快改变 激进货币政策的外界猜测 同时也抑制了美股近期反弹 26日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4% 创6月中旬以来的最惨单日跌幅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100指数 当天更是下跌超过4% 此外全球500大富豪 在2022上半年的身家 共缩水1.4兆美元 创始上最多的半年内跌幅 不过美股从7月开始出现反弹 这也让投资人开始压住 市场暴跌已经结束 前呼万唤万媒TV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期的漫威独播 我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见证世界局势风云 紧贴及时热点新闻 世界面面观 星期二到星期六 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万媒TV粤语台 和你深入阅读世界脉动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唯独播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